我比较感兴趣地外生命的研究 这个其实也不仅仅是科幻小说的这个范畴了 就我们的科学研究 这其中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域 对 我们现在希望能够找到 适合于生命存在的一些条件 但是有没有智慧生命 这个可能迪得我们还 这个更加的这个遥远 所以我们首先要找到的 就是我们要找到跟我们地球差不多了 而且要出占我们的一巨蛋 要有液态水的这个存在 而且要有大气 所以在我们太阳系里面 其实我们更加关心的是火星 这个金星 但是我们另外一个就是说 生命存在的条件可能是非常广泛的 所以我们在整个的这个宇宙当中 这个也许在哪一个角落 就会存在着这个生命 但不一定是智慧生命 现在我们在太阳系里面 这个最有可能的应该是这个目标 土为二 土为六 海为一 为什么大家把目标集中在这些地方呢 一个是海洋 你是有水 这已经符合了我们这个 生命可能存在的一个条件 第二个生命存在的条件 就是要有能源 在海洋底下 很多的就是地下的这种火山的这个 喷发的这个热能 所以它也有能量的来源 所以说到地外生命呢 您还是从李静的科学家的角度来分析 那您会对科幻小说这类的题材感兴趣吗 我对科幻还是比较感兴趣的 因为它激发了我们的显现力 做科学研究 我觉得这个好奇心很重要 显现力也很重要 您平时看科幻小说 或者科幻电影之类的吗 我也看 那刘慈欣的小说你看吗 这是我最喜欢的作者之一吧 地球生命从哪来 要到哪去 您觉得会有答案吗 如果从这种科学的理性的分析来讲 我们会找到答案 但是这个过程会非常的漫长